你觉得那种情调,你喜欢的,你跟那种思爱情调唱歌都可以 阿里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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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路亚 感谢耶稣,感谢耶稣,阿里路亚 我们发觉原来亲近神,即是跟神密切关系的祷告是非常之重要 而且是很有帮助的,令你觉得亲近神是享受的 我想问大家,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觉得亲近神是享受的? 是不是个个都觉得是享受的? 未必过,有些觉得是,哎呀,又要祈祷啊? 所以耶稣要祈祷,又要看圣经 我不喜欢看书,我真的要看圣经 有很多基徒,他们会觉得看圣经祈祷是一种工作 这样的时候,其实很多基徒都有这个观念 又要做,又要去亲近神,又要看圣经去祈祷 就变成是一种工作 我想问大家,你想到亲近神,即是说实话 你不要说我说什么,是亲近,是享受,是得了 在实际上,想到祈祷,看圣经 你是会想到,是一种享受,又要做 教会提我们要做,所以我又要做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做,我很享乐去做 我想问大家,多些人是哪一种呢? 是很喜欢做,还是又要做? 因为如果没有做,早上问我的时候 有没有看圣经祈祷,又好像很丑怪那样 又没有做到,所以又要满足他的问题 所以我就做 我想问大家,有几个亲亲的神 你真的很喜欢的,享望的 有几个享望的? 这个是说实话,享望的 我感谢主,也有一些数目 希望大家个个都享望 我想问大家,你想不想我吃大餐? 如果有自助餐,价钱很好 或者有人请你去吃自助餐,很漂亮的 你会不会很享望? 有些人未必会,有些人有糖尿病 但是普通人都会喜欢 有种很特别的食物,你会不会很欢喜? 有种兴奋的心 我想问大家,你有时间亲人神 你会不会很兴奋? 我现在可以亲人神呢? 有几个会很兴奋的? 想到耶稣就会喜欢的 有几个?想到耶稣就会喜欢的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因为神知道哪个真的喜欢他 那你说信耶稣要喜欢耶稣的吗? 有些人说,信耶稣我信的 我信,那你会喜欢的吗? 因为圣经也说了很多 以感谢为祭,以给神 这个是嘴唇所欠的果子 我们看得到,在圣经里的人物也是 耶稣说了一个比喻 他说,那些小朋友 他们其实是玩两个游戏 他说什么游戏呢? 一个是喪礼,一个是婚礼 当时他有喪礼这个游戏 他说,你们举哀的时候 例如玩一个游戏是在做喪礼 他们又不举哀,又不会忧伤 婚礼的时候又不会欢喜 这些鞋童在街市呼唤的人 你一起欢喜,他们又不欢喜 呼唤他们去悲哀,又不悲哀 他说,这个世代就是这样的 对于神没有什么反应 到底我们今天是否好些呢? 是否真的好些呢? 有人好些,有人不是那么好 我希望你的心里真的感激神 欢喜神,想到神就会欢喜 圣经也是有说到的 他说,神说,给蜜金田 且给风房下滴的蜜金田 即是说到,是好喜悦神的 也说,我喜悦你 好似鹿切无溪水,我切无你 在干旱匹佛无水之地,我渴上你 我们看得到,圣经里面有些人物 他们跟神的关系很密切 摩西求见神的什么? 求见神的荣耀 很想见到神的荣耀 神就想到方法 神就说,这里有个石垃 你就躲在一个石垃 我就用手按住你,这个只是比喻 我经过的时候按住你,让你看不到我前面的荣光 然后当我过了,你就看到我背后的荣光 即是没有那么强烈的荣光 神会这样做的 第一,就是摩西渴望 我想问大家,你们能否渴望神的荣耀? 我们渴望,但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够记得到 但是有人能够记得到 在圣经时代有,在现在都有 圣经时代有什么?摩西 我先讲摩西的经历 神经历便按住他 看到看不到 然后一过了,看到他背后的荣光 因为神说 如果人看到我这个全面的荣光 是会死的 你不可以看到这个荣光 但是神都会遷就他 他有这个渴望的心 神会遷就他 让他看到他背后的荣光 其他人问有谁看到呢? 圣经里面有讲到以西结 大到天上 若汉,原本到若汉 到天上见到神的荣耀 当然他也不是看到全面圣神的荣耀 保罗亦都说到有个人 去到三层天 就是说到有些人和神的关系 那么密切 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到神的 在他的衣裳碎下 遮盖整个圣殿神的荣光 然后看到天使 就是两个翅膀遮臉 两个翅膀遮脚 在这样称赞神 即是在神的宝座面前 是你响不响恍? 响不响恍? 响恍! 你知道今天也有人是这样的经历 我认识了一个 他骑到天堂 但他以前起初等候神 很久的一段时间 但他那段时间 都经历到神的平安、喜乐 興省、依慈 但到后来一天 神就开始带他去天堂 他现在随时都会去天堂 在香港也有一个姐妹 我放了上网 你上网,尹尔牧斯 说到天堂 你就看到这位姐妹的分享 她是讲中文 我翻译做英文的 你可以看一下 真的有没有人可以亲近神 神就带他去天堂 进入一个更高的领域 而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 被爱神的同在 改变 第二 是什么呢? 可以领受神的策略 领受神的策略 可以进入侍奉 和神给教会 基徒的方向 如何侍奉 因为我们需要策略 而神是会带领我们的 但当这些人 能领受神的策略 是对我们有个帮助的 但你真的听神说 神会亲自指示你 神会亲自带领你 我发觉 在我侍奉的路 神会为我开路 在今天我收到一个信息 是神为我开路 因为这件事未曾成就 我不出声 到成就的时候 我会说出来 就是神为我开路 去另一个新的国家 神是很奇妙的 一起说 神真的很奇妙 可以和神有密切的关系 可以第一 享受神 得着力量 整日饱足 整个人被医治 所有劳苦受烦都放下 所有劳苦都放下 开开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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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时享受生命 时时享受生命 啊 愿在地愿同在天上 愿在地愿同在天上 愿在地 想不想是这样的 好吗 很多人信耶稣的观念是什么呢 信耶稣的观念是什么呢 信耶稣的观念是说 我信耶稣 看圣经 祈祷 听道 然后 服侍神 将来到天上 神的上次祝福 要乖的 有些不是 有些说 有些基督徒 关心我的 听下道 有些安慰的 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基督徒 他都乖一些 他会说 我侍奉神 但是 我们想到神是什么呢 神是一个创造天地 很 很 很 榮美的神 很奇妙的神 充满爱 充满开心 他呢 整天都 极度的喜乐 极度充满爱 在天上呢 天堂是不是整天都好像 最开最开心的party 那样的 天堂是真是最开心的party 而那些人呢 我们是可以和神有这种 那么亲密的关系 所以呢 另一个观念就是说 信耶稣呢 就是和全世界最开心 最开心的神 全唯一的 独一的 喜乐的神 充满爱的神 天天享受他的生命 天天被他更新改变 天天被更新 被医治 被安慰 然后呢 释放他去医治这个世上 劳苦受烦的人 带领他们信耶稣 带领他们生命被改变 那样看 信耶稣呢 就会很不同 是吧 就会开心快乐很多 看看能不能开始有这个观念改变 行不行 信耶稣 一起跟我说 信耶稣是可以很开心的 在一路享受神的 享受神的同在 享受神的喜乐和爱 享受神的祝福 整个生命祝福 天天蒙福 天天去祝福人 享受生命每一个环节 在地如同在天上 你想都是这样 你以为行不行 其实行不行 只要你的心体重神 我想问你 你体重神多些 因为体重吃烧鸵 去哪里玩 你体重哪里多些 体重神 希望大家看重神 并且不是只看重神 是知道神里面 是有很多丰盛的恩典 不是我们要多些东西 而是我们有神的生命 学耶稣的样式 耶稣的样式又如何呢 他日日平平安干 起起落落 开开心心 充满神的爱 耶稣是整天不断祝福人 学耶稣的样式 希望大家的观念改变 行不行 对于神的观念改变 对于亲近神的观念改变 就是与神有这种 那么密切的关系 哈利路亚 可以一起 很开心的 有表情的 哈利路亚 有点笑容 哈利路亚 有神真的好 我可以享受神 我可以享受做人 现在成为天堂的延伸 有些人就这样 去到天堂才开始开心 有些人真的这样说 哎呀 我想耶稣快点回来 耶稣快点回来 就没有苦仇了 现在很多苦 有没有人是这样的 有啊 现在整天都是苦 去到天堂就没有苦了 真是很想快点去天堂 真的 有些基督徒想快点去天堂 有些基督徒想快点去天堂 有些基督徒说 为什么耶稣还没回来呢 他就想快点去天堂 我都想快点去天堂 不过我都很想祝福人 其实我们做人 是不是可以轻轻松松呢 这样做人 是不是享受很多呀 哈利路亚 我形容给你听 我用一个形容给你听 譬如 你有个地上的爸爸 很疼你的 而给你一间很漂亮的屋 这间屋里面 所有人都是最舒服最舒服的 最舒服的沙发 最舒服的环境 周围都种了很多 很漂亮的花草树木 还有很多果树 你随时喜欢吃哪一只 撕下来 哇 新鲜的 立即有得吃的 如果你的爸爸 地上的爸爸 那么好 那么好 好了 他的子女就进去那间屋 又进去那间屋 怎么办 哎呀 那么多树 哇 又要照顾 哎呀 哇 那么多地方 哇 走都走光了 哎呀 哎呀 很困难的 如果以后被人偷东西 怎么办 那么多好东西 都被人偷东西 现在那个子女 是这样做的 每天都 那个爸爸来到 你享受吗 什么享受啊 哎呀 那么多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人偷进屋 抢了我的东西 我很害怕啊 我很担心啊 那么我爸爸会 会怎么样啊 我说你意味那么多东西 为什么你不享受呢 我没有想过享受啊 我就想着 哎呀 那间屋这样 怎么办呢 哈哈 哈哈 我想问大家 如果你看到这个人 你会觉得他很傻啊 不过我想告诉大家 基督徒有些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啊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 神给我们本来 是天天开开心心 你怎么知道 哎呀 那些烦恼 神几时帮啊 哎呀 那些困难 神几时帮啊 会不会有时候会这样的 整天都被困难 烦恼 担住 什么压住 其实我们需要不需要这样的 不需要的 所以可不可以开心 其实我今天所说的话 我今天所说的 我完全没有预备到的 是圣灵感动我 今早提我 这样去说 所以现在呢 神就给我 鼓努 就去宣讲 是神想我们首先 拿到这个信息 于是你就会 中意神了 享受神了 从神得力了 被神更生 这样好不好啊 你可以将这个信息 传给多些人啊 信耶稣不只是 回教堂 看圣经 祈祷 好像做很多事情 这样的 而是呢 日日享受神 被神更生改变 然后我们整天祝福人 好不好啊 一起跟我说 所以耶稣不是只做事的 所以耶稣是首先被神改变 满有神的生命 满有神的喜乐平安 满有神的生命力 每日得力 每日得力 每日享受神 每日彰显神的荣耀 每日彰显神的荣耀 都是这样的 耶稣就是想我们 所以在《马太福音》 11章28-30席 说到什么呢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子女来 继续担重担 是不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子女来 我就使你们担安息 然后他就走 这是第一层的安息 第二层的安息是什么呢 我心里幼和谦卑 耶稣首先说到自己 我幼和谦卑 你们当父爱压 学我的样式 父爱压 即是侍奉我 而且学我的样式 侍奉得来兴散的 有爱心的 这样你们心里 就必得享安息 享受安息 你有没有享受 每日是否享受神 希望是的 这些声音好像很小 能否享受神 希望大家真的享受神 好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内容 继续 好了 神好喜悦 亲近我们 首先 因为有时我们这样的观念 糟了 我这么微小的人物 我又不太会祈祷 我又很多东西都不太乖 神会不会喜欢我呢 其实我们的观念会改变 第一 什么都由神开始 神很喜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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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很喜欢我们亲近祂 他一见到我们亲近祂 他就会见眼看不见眼了 笑到见眼看不见眼的 神很喜欢我们亲近祂 就算祢敬祷 不够投入 神都欢喜 不过神欣赏我们更加投入 但是神很欢喜 祂是很欣赏我们亲近祂的 首先就是神恋爱我们 神恋爱我们 你说我有什么这么可爱 有些人会想 那些可爱的神恋爱 像我这样 我们又老 头发又白 又眼蒙 又走路又困难 神怎么那么喜欢我 怎么会恋爱我 譬如 譬如你有一天收到一封情信 譬如假设你现在是没有结婚的一个情信 我已经单恋了你很久了 我现在在恋爱你 怎么搞错 单恋爱怎么搞错 你可能会说不相信 但是神真的说 祂是在恋爱我们 咬过书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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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你们想经常所说的是图然的吗 神所自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爱自于疾导吗 祂恋爱我们自于疾导 如果我们爱世界那么多 神会疾导的 神是很爱我们 祂很喜欢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很难明白这件事 大家明白吗 小朋友小时候是很喜欢父母的 你明白这件事吗 因为小朋友单纯 小朋友单纯就很喜欢父母 就很喜欢朋友的 有小朋友他很喜欢的 有时候那些小朋友在车里 他妈妈抱着他 有另一个小朋友出现 他就指着那个小朋友 那里有个小朋友 他们会有这种很欢喜的心的 其实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神本身就是这么单纯 虽然神本身也是很自慰 而且他的思想可以说是非常复杂 因为他能够创造世界 托着万有好 他的思想很精密 但是同时他就像小朋友那样 那么开心 所以他会很单纯 好像你的孙见到你这么开心 那么开心发过 就是你这么想神 就是神很单纯 好像一个小朋友 所以圣经讲到 神就说 你们回转好像小朋友 因为神就是 好像小朋友 但他也都 好像一个最智慧的人 那么精密的智慧 但是同时他是很开心的 一个罪人悔改 哇 千万就很开心 神会说 以往都说 不知道多少千千万万个悔改 你算了什么 你的悔改都不是很强 神会这样 神是一个罪人悔改 他就很欢喜 就是很自然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 神就好像小朋友 那么单纯 这样呢 我们就更加会容易 跟他相近 就是他 戀爱我们 以主责道的 他是欢喜我们 他因我们 欢恩喜乐 其实 以色列人 当时这句话 向以色列人说 也都向我们说的 他们听不听话 不听话 但是神就说 我因你欢恩喜乐 默然爱你 有什么可爱 以色列人都不听话 为什么可爱呢 但是神会默然爱他们 请他们起乐而欢呼 开心到会欢呼 哇 好开心的 我们很难想象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神 就是一个这么单纯 这么可爱的神 我希望大家 喜欢神 像我这样 因为我 越发掘神的美善 我越喜欢神 可不可以跟我一起说 我越发掘神 就越喜欢神 我越发掘神 我越发掘神 越来越喜欢神 越来越美善 好了 还有神寻找我们 不是好像我们先找祂 是祂找我们先 所以圣经有说到 我们亲近神 神必亲近我们 但是圣经也说到 神寻找我们先 神寻找我们先 神寻找拯救失丧 另外启示录 三一二十字一起读 看啊 我站在门外扣门 人有听见我的声音 就看门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处置 他在我们门外扣门 他个个都有扣门 他很想入我们的心 在我们的心里 居住掌权 跟我们一起 更新我们的心 神是很欢喜 很欢喜我们 神是 我想问大家 你有没有觉得 小朋友 特别喜欢跟人交往的 慢慢大了 就没有那么单纯的 是不是 小朋友 就接近神 创造人的本来的情况 就是 小朋友 就接近神的情况 神的情况就是这样 神很喜欢跟人交往的 就是他很喜欢 跟人相交 所以我们知道的时候 你亲近神就不会有压力了 而你说 每一次亲近神 你怎么想呢 神现在很开心 我亲近他 但又不是觉得很厉害 你觉得很厉害 我说 我亲近神 神都会很欢喜 我很厉害 不是厉害 不是我们的 是神好 就是神里面的美善 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亲近他 他就开心得不得了 是不是真的神很可爱 希望大家都可以 像我那样 越来越想到神 越来越想到神 越来越喜欢神 我经常 神被我发掘 他里面的美好 我越来越喜欢神 我一直进步 我真的越来越 认识神的本性 我真的很喜欢 我真的很喜欢他 接着呢 就是亲近神 带来祝福 神的同在 叫我们心灵 欢喜 身体舒服 健康 诗篇修六篇 第八节九节 一起读 我将耶和华 上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面不自遥动 因此我的心 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 也要安然居住 他就将耶和华 上摆在他面前 因为他在他右边 神在右边 他就不自遥动了 就是说 不会被人说一句 又打底了 哎呀 好烦啊 好不开心啊 而是整天神的同在 所以呢 他的心就欢喜了 他的灵快乐 肉身都安然居住 就是身心灵 全部得到饱足 也都 当我们肉身安然居住 会不会更加健康呢 会过 因为其实人的身体很重要 你身心轻松快乐 你的血液流通得流畅 你身体会更加健康 一个人 你有没有发觉 譬如假设 有一天你听到一个好消息 譬如说 哇 你的儿子或者女儿 找到一个很好的配偶 跟他们说 妈妈这个人真的很毒不得了 妈妈 真的很值得羡慕 现在呢 我跟他呢 被子伤 我真的很 我真的很开心 很享受 你听到 会不会很开心啊 当你开心的时候 是不是立刻吃饭 胃口都好一些 是吧 好像看到什么都漂亮一点 是吧 人都是这样的 当我们一个人开心 什么都好像好一些 看到什么都觉得 哇 很享受 很喜欢 其实 有神同在就是这样 有神同在就是这样 每天都什么都享受 什么都觉得 没有问题 不要紧要 没有所谓 什么都真的享受 第二呢 就可以经历神的爱 罗马书五章五字一齐读 胖后不止羞耻 因为所刺客 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 销灌在我们的心里 就是圣灵将神的爱 销灌在我们的心里 我再讲一讲 我1998年 当这个报道家为我按手的时候 我是想都想不到那种经历 他一碰我就 大家看着我 一碰我就 立即电流一样 涌下来 同时那些爱 大到 哇 在里面 好像 澎湃 又好像爆炸 但是爆炸 通常来说 大家想就想到 好像负面 但这个是正面的 哇 那些爱 咔嚓地爆炸出来 我那种感觉 是 即时 我立即哭到不得了 立即感动到不得了 原来可以这样的经历神 是一个很震撼的经历 我亦都试过 有一次我为一个人祈祷 我说 神求你的爱涌下来 很想祝福你 当我一说 神的爱真的涌下来 我立即就哭了 即是我立即感受到神的爱 那我现在呢 我随着想神 啊 我立即感受到神的爱 真的很好 即是圣灵将神的爱 囚灌在我们心里面 你想活在神的爱中 我们都可以 那有些人说 我都未经历到 不要紧的 你续步 你感受到平安 有几个 这样亲近神 觉得平安 轻散的举手 有几个 觉得平安 你大部分都有 这个你就说 这是神的爱的表达 你每天都更加进入这种的同座 每天更长的时间 一路享受神 神在爱着我 神很喜欢亲近我 记不记得我刚开始说 神很单纯 好像小朋友一样 就是你想着 当然神是很伟大 很巨大 就不像想着小朋友 不过你可以想像你的孙子 你的孙子 如果没有跟你一起住 他一见到你的时候 阿妈妈 阿爷爷 走过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记不记得这种情景 不是很开心 那 神都是这样 很开心的 就跑过来 这样你亲近神 就会很兴散 就会很享受 那你就随时得力 你就整个人 慢慢 逐渐 经历神的平安 喜乐 兴散 开始有爱 而且我经历喜乐 我真是保持 我怎样经历喜乐 在聚会 我们一群人在一起 在聚会 在里面 我现在不是笑给你看 我一想耶稣 那些喜乐就涌出来了 但你为什么 看我不是经常这样 因为如果我经常这样 那些人会说 这个是神仙牧师 我不是这样 我随时可以收制 随时可以释放出来 我一想耶稣 那些喜乐就涌出来了 当时真的是阿努圆喜乐 我还记得 当时有一个 姐妹她分享 一个年轻姐妹 十几岁 她说 哇 我们乘巴士回去 她说 我看到什么 我都想笑 都很开心的 那时的经历 但我一路回去 我一路保持喜乐 我一路在途中 在巴士上 那我不能够大笑 就是这样 起乐 然后回到家 又不停保持喜乐 因为我想保持 我那晚不停保持 第二天不停保持 一天不停保持 一直保持到今天 希望大家都学慕 能够经历神的喜乐 和爱 而保持 我试过很多人 我为她祈祷 你经历喜乐 你要保持 多些祈祷 多些亲近神 相信神爱 过了两三个礼拜 还没有这个喜乐 没有了 你祈祷多久 几分钟 我就告诉你 祈祷久一点 又忘记了 又没有这个心 很多人没有什么心 对孙子有心 他吃东西有心 去旅行有心 对耶稣没什么心 但耶稣是最大祝福的人 对吗 耶稣是最大祝福 我希望大家都 看重耶稣超过你的孙子 对不对 好了 接着呢 神使爱他人 成为尊贵和安置在高处 我们一起读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答够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命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过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吉兰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答够他 是他尊贵 因为那个人专心爱他 就怎样 我就要答够他 所以有困难 神会答够你 真的有很多困难 真的差不多死的 但神会救我的 因为他知道我的命 我要将他安置在高处 他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他求过我 我就应允他 这个人爱神 神就应允他的祷告 我真的祈祷 有时候 我就算为别人祈祷 试过有两个人 找工作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一旦祈祷 三个人 有一个更奇妙 一旦祈祷 他立刻收到电话 立刻说有工作 神是很奇妙的 当你真的爱神 神是很多很多的英文 他在急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刚刚那句 我再说完 而我自己的事 我未求 神已经给我的 神为我开路 不断地开路 所以希望大家 深信你爱神 神就应允你 在急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答够他 使他尊贵 成为尊贵的人 你想成为尊贵的人 你尊心爱神 你永远都尊心爱神 神就一定将 各人的福气赐给你 所以 在这里说到亲印神 神真是蒙福 每一样的生命都蒙福 一起跟我们说 我们亲印神 神是很欢喜的 我们一定蒙福的 我们一定蒙福的 我想说 我们不是追求什么 是世上的钱 其实这些不要紧要的 其实你们 个个都不会饿死 我看你的样子 个个都会 肥肥白白 个个都会饿死的 我们不用怕 饮食不用怕 而福气最重要 不是吃到饱 吃到肚都胀了 脸都胖了 而福气是 喜乐开心享受神 并且祝福人 我们不是追求 有些人以为 我们追求什么福气 地上的福气 我们追求神的福气 当然神也给我们 地上的福气 是 崖世界的基督徒 最后一个 就是一个高低层子 一个稳定一点的基督徒 然后一个伟生一点的基督徒 一个侍奉的基督徒 然后最后一个 喜乐的基督徒 满足的基督徒 直接发出神的荣光的基督徒 你想要一直进入神的 这种高层次的关系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不要说 不行的 我都不去到这些层次 只要你很单纯 好像小朋友 你又好像小朋友 他就说 耶稣 我很需要你 他就跟我一起说 耶稣 我很需要你 我很喜欢你的 我很喜欢有你的 有你真好 行不行 你当然说 我识你这么傻 其实就像小朋友 是吧 不过我不会随街这样做 我随着给你看 我就表达出来 这些都是神教 是刚刚立刻收信息 神经常给我信息 我上次不是说灵定的道路 神就一直给我这些信息 是我从来没有说过 没有想过的 是第一次说的 新鲜意乃 第一次说 说耶稣 你想收神的信息 要你亲引神 神就给多些信息 我感谢主 阿尼律呀 那我 那我就有个子朋友说 你真是轻松 没什么 没重担 那我说 其实你们个人都没什么重担 你有衣有食 是不是 个人都肥肥白白 又有家人 有家人 你们没有人被人逼迁 是不是 应该没有人被人逼迁 你有耶稣 有天堂 你们有 有什么困难 追困难 那个人就发脾气 又不开心 但是你没有被人打住 抓住来 就是这样打 或者把你困在一个笼里面 是不是 曾经试过有人伤害我 我就想 因为我自己都有心理准备 我将来可能受迫白 被人去坐牢 被人打 那时我忽然间 神给我的意念 他说 现在他就算他有什么伤害 都不及于那些逼迫 又捉住来打 又要在那个笼里面 睡着你 不能出街 都不是这样 我说 那也不是很辛苦 因为被人骂 那些说话就有消失 其实 我们有什么烦恼 大家说一下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烦恼 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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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有机会更加 引靠耶稣 耶稣祝福我的脚 医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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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的时候 可以带来什么 第一就是扛着耶稣 耶稣医治我 另外就是更加 更加需要神 有时候我们不开心 更加有机会 你觉得真的需要神 神啊 我扛着你 你帮助我 喜乐 平安 轻散 脚痛更加叫我们以靠神 我也有想过 到我将来 离开世界之前 我不知道我将来身体的状况如何 肯定不同 现在不同 知道 时间不多 身体可能有痛症 我会有这样的心态 有痛就祈祷 如果神医治 那就是主哈利路亚 如果没有痛 就是让我一个原因 继续祈祷 提升我继续祈 你痛就提升我祈祷 总会改善 觉得舒服了 感谢耶稣 总是什么事情 都不要想到那么严重 最严重就是死 就上天堂 你这么严重 很害怕 就算真的有一天有癌症 癌症 癌症有这样的神 现在有很多方法 是可以减轻痛苦的 在这个时候 也是一个 拔着耶稣的时候 如果有好 作见证 神做功 如果没有好 耶稣我都快来了 感谢耶稣 就快见到你了 就是这个心态 总是说 总是有正面 总是乐观 其实什么人有病 都会有人离开世界 但我们就用一个 轻散的心态 行不行 有衣有食 感谢神 我有衣有食 感谢神 你们都有衣选 就是穿衣 不是常常穿那件 感谢神 可以这么多件衣选 那些都是开心 感谢神可以选吃什么 你这样想 是不是每天都可以开心 感谢神 随时可以平安起落 就可以人都开心了 好了 我们继续看这些内容 希望你感染到我的开心 好吗 轻松 孩子气 但是有神的智慧 有神的智慧 同时有小孩子那种 孩子气有时候 人们的形容 或者不是那么好 不要用孩子气 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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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的 好像小孩子那么开心 好了 接着就是 预备亲近神的心态 一起读一下 深信神肯爱我们 看到吗 第一页 中文第三 一起读一下 深信神肯爱我们 肯想亲近我们 我肯喜悦我们亲近神的心 就是深信神很喜欢我们亲近祂的 祂很开心很兴奋的 就是你可以想象 你和你的孙子 因为他小朋友 如果你有孙子 有些没有孙子 不过就当有了 我带你去街 哎呀好啊好啊 我和太太是这样 她真的这样 我约她拍拖 很开心 真的 还有她走路 有时候走路 她在那里跳弹 她是很轻松的 我都跟她跳弹 她跳弹 我也跟她跳弹 我两个一起在街上 没有所谓 不要紧 人见到是不是会 傻佬傻佬 是的 这么开心 你为什么会这么开心呢 其实这个世界需要多些开心 人实在有太多介意 但小朋友 人家都很正常 看到她很容易走 走两步 跳弹 但其实我们都可以这么轻松 是吧 感谢耶稣 那时候我太太在学校教书 初期教书的时候 他们就彩排 练习一些食物 她就叫她上台 她自己没有留意 但是她下回来 她的朋友说 你知道她的照片是跳手的吗 其他人走上去 她是跳手的 很开心 她就是个人很轻松 那就是神 神将一个这么好的太太 赐给我 神就是这样 西法语书 西法语书 3.17节 耶稣说你的神是施行拯救 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恩喜乐 勿而爱你 请因你喜乐而欢呼 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个经文 是我很喜欢的经文 就是说到神很开心的 他因你欢恩喜乐 勿而望着你 便会默地爱你 请因你喜乐而欢呼 有一次我去医院看 是一个儿童医院 我去探一个病人 走的时候 大家看我 走的时候 看见一个妈妈抱着一个BB女 不 我不知道是BB女 还是BB仔 总之是BB 看着一个BB 那个BB睡觉 她一直看着她 有头望到脚 一边看一边笑 我就站在那边看她 有没有相机 有相机拍摄她 真的 她就是 看到她就笑 在那儿开心 在那儿爱她的BB 神就是这样的 神就看着我们笑 神就看着我们 神就看着我们 神的特别给我 是这些经历 刚刚我走过就看到 另外一次的经历 是什么呢 就是在元朗 我看到一个男人 坐下 拿出一个小小的袋 然后里面 拆了一张纸 我以为她只是 恒黑那些人 怎知道不是 但是开了一张纸 她就贴在墳墙 我看了一张纸 是什么 她说 亲爱的女儿 我已经遥恕你了 你回来 我一定不介意 发生什么事 然后跟着你 爸爸 我看着真的很感动 当时又没有手机 没有相机 当时的时代没有 如果有 就立刻认我 真的很特别 这个就是神的心 真是表达神的心 让我看到这些事情 可以来提醒大家 神就是这样 亲爱我的子女 我等着你 你回来 我不介意你做错的事 你回来 就算基督徒也有做错 对不对 神就给我们这样的 当你走神的路 神就给你一些特别的经历 所以预备亲爱的神 神很喜欢亲爱我的 我亲爱他很欢喜 而且珍惜神 和珍惜神 在我们心里中的计划 珍惜神 很多人不珍惜神 你会珍惜你有那些诸母 会不会收好 会不会收好 会不会由他摆在桌面 会不会 珠宝摆在桌面 会不会 不会 一定收好 我们对于神 会不会这么珍惜 我希望大家珍惜神 因为我们有的 最好 和其实一切有的 都是来自神的 没有神 我们什么都没有 有很多基督徒以为 我有神 和我有世界的东西 其实世界都是神给我们 所以神是我们最要珍惜的 所以我们亲近神就说 神啊 我要珍惜你 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指 我们不计 但这里说到什么呢 最后是 测验 何为神的善良 顺存 可喜业的指言 最后那一行 神的指是善良的 是完全是良善的 你有没有发觉 有些人对你好 但他有时候都会有些 懵懵懵懵懵 有时候想罚你 有时候生气 那些心态有没有 但是神永远都是善良的 神永远是完全的 是完美的 他的计划是最完美的 他的计划 你一定能走出来 只要你听他话 你亲近他听话 就能走出来 每一个都能走出来 只要你听他话 有一个很完美的计划 你的生命就不会是白费 我想问大家 你满不满意你以往的生命 你满不满意 你满不满意 你以往所有做的一切 你觉得满意吗 很多人其实都不满意 那我们有一个计划 给你一个如美计划 你只要走进去 你每天就像我那样 亲近耶稣 你那天耶稣真好 感谢神 你终于充满喜乐平安 充满力量 然后你就去祝福人 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 我们真的看着人的改变 我看着人的改变 我真的很欢喜快乐 我侍奉神是欢喜快乐的 可喜悦 哪个喜悦 这个计划 神喜悦 还有呢 人喜悦 自己都喜悦 是不是 你走在神的计划 你会很开心的 好了 这个就是预备亲近神的心 第三 一起读下 愿意放下罪 重担 负面使伤害情绪 这些重担有没有好处 没有 不过人通常有没有重担 通常都有 其实是没有知觉 没有刻意去处理 没有刻意去处理 还有觉得不可以处理 其实可不可以处理 可以的 只要你刻意 它不好 我为什么要 用广东话一句说 拿屎上身 你喜欢拿屎上身 不会的 不会的 是吧 你没有去洗衣间 尤其出去的那些洗衣间 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那些形容 让你贴詞一些 有些临时洗衣间 有没有去过 还有有时候去宣教 或者有时候去大陆 那些洗衣间 喜欢吗 不喜欢 不太喜欢 你会不会拿屎上身 不会 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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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不行 看得自己輕鬆一點 這裡 加勒太書一起讀《信約情慾殺准的必從情慾收敗壞》 然後在第二項 詩篇118篇第六節 《有爺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 這兩個經文是說到信約情慾,我們放下情慾 我們信約情慾殺准的必從情慾收敗壞 所以我們放下情慾的勞氣、煩惱 《有爺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 耶穌說過,殺身體不能有殺靈魂,你不用怕 其實人有沒有權兵殺你的靈魂? 就算你殺你的身體不能有殺你的靈魂 其實你周圍的人有沒有殺你? 沒有,也不是殺你 所以人能把我罵我,他做到什麼呢? 我們不用介意 這樣你就輕輕鬆鬆 多數人是介意家人的不好的態度 但他們都不是捏著你,每天打你,每天罵你 都不是這樣,只是內宗發脾氣而已 不要緊,算了,幾十年都是這樣 很難改,幾十年都是這樣 你不用介意就可以了 好了,主要幫助我們 放手、放心、放鬆 是不是很好? 剛剛神給我這三個 放手、放心、放鬆 然後神就給我一邊連續說 好了,然後呢 怎樣親近神 這個呢 神給我這個 發揚神屬性《查經法》和《講道法》 這個《查經法》是很好的,真的很好 大家先看看 這個《查經法》的特色是什麼? 是每一個經文找到神的屬性 譬如這樣 當耶穌看到十二年血流的婦人 耶穌的心有什麼? 憐憫 而且很親切 女兒很親切 神的心 他的性是很體重家庭的 因為天國就是天家 我們個個都是天家 家的一份子 所以神是有這種親情 神和我們有親情 就是他裡面有親情 所以神做人和動物都有親情 就是神本身有親情 就算冷血動物 我見過有魚 因為我喜歡看動物的片 我就會看到神的東西 有一種魚 不是種種魚都是這樣的 有一種魚 他生了一棵魚 他就在周圍看著 然後有一些其他魚 就馬上追他 然後走回來看著那些魚 魚都會這樣照顧他的子女 神就是有這種性 當你明白神的性 是否會更加喜歡神 你不是只看到當時耶穌說什麼 而是神的性 他的屬性 然後第一就是屬性 第二就是恩怨 他有屬性 然後他的恩怨是什麼呢 他對這個女兒有什麼恩怨呢 接納他 女兒放心 你的信夠了 我想這個女兒回家 哇 開心 快樂的神 哇 耶穌今天叫我做女兒 可能一輩子都說給你幾個孫 耶穌那時候走過 哇 我一摸他 那時候本來病了十二年 經常有血流 經常都停不了 很慘 很慘 所有錢都用光 醫生也醫不了 然後我就偷偷摸了耶穌 那時候是犯律法的 因為他是不潔症的 但是耶穌立刻 我看他醫好 後來耶穌就說 女兒放心 哇 我聽到整個心都溫了 他可能會這樣跟那些弟弟說 當我們認識耶穌的本性 是不是更加好 不只是說耶穌醫好他 大家留意到這件事 譬如你得醫治 不要只說耶穌醫我 耶穌有憐憫的心 耶穌的性格很憐憫 而且他裡面完全是生命的來源 所以他能夠發出 他創造生命 以及他醫治生命 是不是 當你認識神的屬性 你就會很不同了 譬如 耶穌說可以盡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就是說神的屬性是什麼 可以盡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他的屬性是什麼 快樂 以及分享 他會想分享別人可以享受 就是說神的本性就是快樂的 他又是愛的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沒有人能夠叫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就是說 兩件事 第一件事 他本身的本質是什麼 愛 第二 就是他的愛是怎樣的 黏到實在的 是經常愛著你 不是像香口膠那樣的 不是像香口膠那樣的 他知道你實在不可以拔掉 是不是很好 這個是需要去思想的 因為我有空就會想這些 有些人不是有空想這些 有些人有空想想這些 有些人有空想想這些 有些人想想哪個壞 電視劇 去買什麼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我有空想想神的事 我看神本身是愛的 而且他的愛都黏得我們實在 沒有人能夠拔得開 拔也拔不走 他永遠都愛 就算我們不聽話也愛 不過不聽話也得不到神的福氣 他聽話也會得到神的福氣 當你認識神的屬性 是不是更加好 所以這個叫做 發揚神屬性查經法 你上網可以找的 發揚神屬性查經法 而牧師或是查經法 或是神屬性都可以 或者是神聖情 因為我早期叫做神聖情 講到法 後來我叫做屬性 好了 查經法也是這樣看 這個經文說出什麼神的本性 譬如說到 耶穌說 煩勞會擔重 他來我這裏 我就使你不得安息 那神的屬性是什麼 他是輕鬆 是不是 他本身是輕鬆的 還有他有這個能力 叫人輕鬆的 是不是 然後他的恩典是什麼 他的恩典就是 你誰黏著他 插著他 插著他 都會輕鬆 是不是很好 有些人插著他 就會不開心 有的 有些人插著他 他就插著你 傷著你 罵著你 但是有神 你插著他 也會好些 所以神的本性 又平安又輕省 和神神的福視我們 我們不聽話 神有沒有去找我們 叫我們灰蓋 不聽話都找我們 那聽話會不會找我們 更加找我們 我們親近神 會否找我們 其實他經常在門外 靠門 所以神經常和我們一起 經常服侍我們 我想問大家 以前中國的灰仔 主人說你來 那他可否說 我不來 行不行 不行 他立刻要來 神是否我們的灰仔 不是 但是神是否經常服侍我們 他比灰仔更加深 經常陪著我們 並且甚麼都幫我們 就算我們做得不好 他都依然幫我們 是否神很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看到神的屬性 他真是很有服侍的心 很謙卑 為甚麼謙卑 他是至高 但是他來服侍每一個人 是不是 多不聽話 他都服侍 是否神那種謙卑 是很特別 神又有和 又有愛心 又有計劃 又有美感 中間我們有很多人 有美感 我太太的美感很強 顏色很厲害 我家裏的衣服 是甚麼顏色 她記得 我記得大約 但有時說出來都說錯了 有時深藍色 和深灰色 有時都不記得 她的顏色 她都記得了 她買衣服時 這個顏色沒有了 這個顏色沒有了 她都記得了 而且她配顏色 配得很好 我穿的衣服 都是她給我買的 我想說甚麼 神的美感 比任何人厲害 你看著 有些顏色 你上網找到 上網很容易找到 你可以找美麗的鳥 美麗的胡蝶 你看到神的配色 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像藏色 我們通常人 不會紅紅綠綠一身 但有些顏色 全身是不同顏色 一起配搭 但又很漂亮 神真的很奇妙 你有沒有喜歡神 查聖經也是這樣 看聖經 甚麼經文 例如說到拜福 神說到每一種質素 其實她本身就是這樣 她是連述人的 她是清心的 每一種質素 神本身都有 除了神沒有甚麼 神沒有悔改 因為神不需要悔改 神不需要信靠耶穌做救主 聖父不需要敬拜 但耶穌和聖靈都有敬拜天父 就是悔改 神不需要做 但其他事情 神叫我做 神都自己做 就是祂謙卑服盛我們 希望大家明白 這個法揚神屬性 查聖經法 有甚麼好處呢 當你經常想到神的屬性 你就會很喜歡神 神真的很細心預備 你對你的子女有沒有細心預備 天父預備很多東西 有棉花 棉花是甚麼呢 就是那些種子 那些霧 神給我們預備 又給人的聰明智慧 把它織上一條線 然後可以做三雀 所以人有三雀 還有不同的才能 可以做三雀 你感謝神 有神做木 讓我們可以做不同的傢俱 和做屋 都是神的特別智慧 你看到神的智慧 我講一講神的甚麼屬性 愛 輕省 喜樂 關心 謙卑 接立人 體諒人 遙恕人 時時幫助我們 不計較我們的過錯 願意遙恕 神有美感 神有藝術感 神有計劃的能力 有智慧 即是你想到甚麼好的東西 神也有份 是否很好 甚麼經文你都可以看到 這是需要用心去想的 第一就是屬性 第二就是恩典 我想問你 有錢的人是否一定會給你錢 不是 祂很有錢 不過祂不一定會給你 但是神有富有 但祂有給我們 給我們就是恩典 神充滿風誠 祂很樂意給我們風誠 祂充滿愛 祂很喜歡把愛給我們 並且不只給愛 祂給愛的恩高 甚麼是愛的恩高 你為人祈禱 那人可以經歷到神的愛 在網上 我有些影片 就是有些人 祈禱經歷到神的愛 有一個在南非 有兩個人的見證 說到他怎樣 很感動 你看他一邊哭 一邊分享 不過他是講英文 但我有寫足文字幕 我把他翻譯到中文字幕 你上我Facebook 找葉牧 牧師的牧 以及Youtube 找葉牧師 你會看到我很多影片 有很多不同的見證 就是看到神可以給人 有愛的恩高 其他人可以經歷神的愛 是不是很好 我再說一次 我再說一次 神的屬性是愛 恩典是愛我們 祂可以將愛囂固在裡面 以及祂可以像我們有愛的恩高 我再說一次 神的屬性是愛 祂的恩典是祂把愛給我們 祂愛我們 祂關心我們 祂實際是愛我們 以及祂把愛的恩高給我們 祂可以幫助人 經歷神的愛 可以幫助人 經歷神的喜樂 所以我再說一次 三方面 一個就是 神的屬性是愛的 譬如另一個 神的屬性是喜樂的 一起說 神的屬性是喜樂的 神是將喜樂賜給人 神是將喜樂賜給人 以及將喜樂的恩高賜給人 讓我們為人祈禱 人可以經歷神的喜樂 這就是我所說的意思 就是這裡說這一段 我現在用言語解釋給大家聽 這裡我講到一個經文 馬太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節 就講到勞苦丹重丹的人 在耶穌那裡 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神的屬性 祂是輕鬆的 輕省的 雖然祂有很多事情做 神有很多事情做 真是 哇 全世界人都是祂幫 全世界都是祂幫 整個宇宙都是祂幫 全部都托斷了 我想像神這麼厲害 但是祂是神 所以祂能夠做到 所以祂屬性 祂雖然這麼忙 但是祂是很輕散的 很輕鬆的 祂亦都很 祂的本質 祂是很想分享的 這個本質 恩典是什麼呢 祂是誰親近祂的 祂的平安 輕省 祂也像我們輕省的恩膏 大家這樣查聖經 更加會喜歡神 為什麼呢 因為聖經有講到一句說話 叫我們宣揚那 召我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有沒有聽過這個經文 宣揚誰呢 就是召我們出黑暗 入神的奇妙光明 這一位的美德 所以我們是要宣揚神的美好 我們不是只是叫人 有時候人就是叫人 你悔鬼了 應嘴了 然後你聽神的話 那就是叫他做什麼 我們要多說一些神是怎樣的 神的屬性 祂的本性是很漂亮的 給人喜歡神 講神的屬性 跟我講一字 講神的屬性 講神的美好 是讓人喜歡神 讓人歡喜神 讓人喜歡親近神 讓人喜歡走神的路 你聽我說完這麼多 有沒有喜歡神多些 有沒有欣賞神多些 這個就是我們的心 想多些人欣賞神 喜歡神 這樣的時候 就是榮耀神 這樣就是榮耀神 接著下面有經文 約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節 給子相愛 大家聽我說可以了 給子相愛 首先 神本性是愛的 還有他有種質素 就是他的愛是發出來的 不只是藏起來 有些人的愛是怎樣的 就是愛家人 周圍的人不愛 他是薄愛 是任何人的愛 並且很細心地愛 他有這個質素 又是他的恩典 恩典就是他愛我們 他關心我們 然後他也將愛的恩告給我們 大家可以回家看聖經的時候 你去慢慢看 如果你在事奉上 或者你想在靈命上成長 你想找我 我是樂意幫你的 你想找燕牧師 你會看到我的資料 不過你就不要找我閒聊 我想更加明白 這個法陽神屬性的廣道法 我可以傳給你 我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我是樂意幫助人 尤其是師奉神 我是樂意幫助人 因為往上很多人找我閒聊 還有很多人 早安晚安 我真的有些人說得太多 我可以直接跟我說 因為我真的很忙 你直接說我 有什麼可以幫你 OK 第二 這裡說到讀經 因為讀經有些人讀 讀來讀去都不歡喜 當你用這個心去看 還有你找一本筆記簿 寫下神的什麼屬性 神有什麼本性 然後神的恩怜 你寫下 還有我的感想 神如何幫助我 這樣你就會更加喜歡神 而且你讀聖經就會有興趣 你會喜歡看聖經 我看聖經經經常會 神給我有不同的亮光 發掘到聖經裡面的東西 就是我喜歡想神的東西 在聖經我們最主要是發掘 神是怎樣 然後神如何對我 於是我怎樣回應 三方面 一個就是神的屬性 一起說 神的屬性 或者神的本性 神的本性 然後神對我的恩怜 然後我怎樣回應神 我怎樣回應 看聖經的時候 要看我怎樣回應神 好了 然後 第二 就是討厚將讓神感動 跟我們活出神的聖情 我剛才說到神是輕盛的 我們祈禱應該更加輕盛 神幫我放下重膽 那些人說你不要放在心上 想多些神的恩怜 方法是這樣的 分辨到那些問題的東西 不要慢地想 垃圾不要吃 你吃不吃垃圾 不吃的 但是很多人其實是吃垃圾的 那些不好的東西 慢慢地想 那些就不要想 一想到 你發覺 想到就麻煩了 是不是 想多些神的恩怜 神在愛我 你跟我講 你想些什麼 神在愛我 神現在陪著我 神想祝福我 神體重我 神要提升我 神歡迎我親近祂 神歡迎我侍奉祂 我有侍奉祂 神很喜歡 我就開心 希望大家都有這種心 正面思想 都是從聖經那裡拿出來的 所以在奇蹈的時候 你重達 你便求主幫你 活出這種興省 你缺乏愛 求主幫助我 享受神的愛 活出神的愛 當我們有什麼困難 即你看他的經文 說到神是有智慧的 神給我智慧 如何回答人的說話 有智慧 不要亂說話 我們學習 不要亂說話 是說話 造就人的 不要說負面的說話 有些人的口說都是負面的 沒有用的 他很蠢 什麼都不行的 他一定不行的 這些說話 你不會在我口中聽到的 我永遠都是說正面的 永遠 有些人說到 怎麼慘 怎麼困難 我肯定回答他 不要緊 一定可以的 耶穌幫你的 你求耶穌幫你 耶穌很願意搖樹你 你求主赦面就可以了 我永遠都不會 令到人覺得難受 我永遠都是提升他的 這就是正面的思想 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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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人相交人都會歡喜 然後 我曾經說 恩典的禱告 記得嗎 由上至下 耶穌在愛我 這是第三個恩典的禱告 一起說 神愛我 神關心我的 神祝福我的 神陪伴我的 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 神要提升我的 這是恩典 宣告恩典 然後就是愛慕和敬拜神的禱告 你跟我講就行了 我多謝耶穌 感謝天父 我歡喜神 我需要神 我幫助神 我僅靠著神 我很開心有神 我需要神 這些全部是回應的 你可以將兩個合評 我多謝耶穌愛我 我歡喜耶穌愛我 我現在給大家一個練習 我講一句 你告訴我 這是恩典的禱告 還是敬拜的禱告 多謝神 這是什麼 恩典 是由我們發出的 就是 敬拜 由神發出的就是恩典 多謝神 是誰發出的 自己發出的 是什麼 敬拜 神很愛我的 恩典 很厲害 神陪著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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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神陪著我的 神陪著我的 那就是主 你們學得很快 分到神給我 和我怎樣回應 那兩個都放在一起 然後第三 寫第五 就是互動的禱告 我們禱告的時候 神歡不歡喜 所以一路祈禱 現在神很開心 你看著我 一邊祈禱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現在神很歡喜 所以我祈禱不是浪費了 祈禱耶穌 很開心 這樣想 是不是祈禱更加有力 但是有些人祈禱 神也不聽 也不知道神什麼時候幫我們 他經常看過果效 我們不用看果效 我們就看神的美好 那你就祈禱了 鬆了 記不記得我們中間有些人 祈禱了 然後割作見證 舒服了 鬆了 神就是這麼好的 你不用整天想著這些困難 想著耶穌 人就鬆了 這個互動的禱告很好 這個神給我 你有沒有看過互動新聞台 記得互動 就是我一路祈禱 神一路歡喜 大家都說 我一路祈禱神歡喜 我一路祈禱神一路回應 我一路祈禱 我一路祈禱神祝福我的 我一路祈禱神 整天都深信 這個時候你就有信心 就是加上我們的信心 然後呢 因為這條經文 我都給詩編教了一篇 才我們讀過 因為他專心愛我的 神叫我們成為尊貴 就是說你愛神 不是浪費了 你愛神 神就將你提升了 所以這個互動 大家聽到 看著我再說一次 你愛神 神就將你提升了 它有互動 神是有反应的 有些姐妹跟我说 我跟丈夫聊天 好像跟奉祥聊天 说了真的没有反应 神会不会这样 神不会的 但他未必是理想的反应 但他总会反应 他总是欢喜的 所以你一直在祈祷 神是欢喜的 是否有信心 接着在祈祷 或者我们的亲人神 都是信服神的感动 这个应该是第六点 例如圣灵感动你离开罪 我们应不应该信服 我们亲近神的仇 当神叫我们去遵从神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去遵从神 叫我们悔悔 这几点就是我们如何实际活出来 我们再看一次 看什么经文 看到神的属性 神的恩怨 以及我们如何回应 三样再说一次 神的属性 神的恩怨 对我们的恩怨 我们如何回应神 这是第一 看圣经的时候 以及昼夜思想 神的说话 第二 在祈祷 就活出神的诚情 即是活出神的喜乐 平安 卿盛 第三 宣告神的恩怨 神爱我的 神帮我的 然后敬拜的祷告 我感谢神 我欢喜神 我倚靠神 一路祈祷 一路祈祷 神一直在回应 所以我祈祷不是白费 神一定听我祈祷 我爱神 神一定会欢喜 其实亲近神很容易 祷神起源很容易 只要你真心就可以了 就算你做得不够好 不要紧 神不介意 神看我们 好像你看小朋友做事 是不是做得很完美 不完美 但是神不介意 你看到你儿子小时候 他在砌積木 你会骂他 你砌得这么差的 他会不会这样 不会 你知道他是小朋友 他做得不好 神看我们也是一样 神是很接纳我们 这个就是互动 神是接纳我们的 还有信服神的感动 今次讲了很多 关于你亲近神 我们今天的祈祷就开始做了 一起做了 所以现在就没有时间 因为时间已经过了 但是一会儿你愿意 我们一起祈祷 会不会令到大家更加喜欢神 会 我们一起站起来 很短的祈祷 很短的祈祷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啊 多谢你 真的好多谢你啊 好感谢你啊 好感谢你啊 我都想说一点点 大家黑迷迷迷 你发现我祈祷 好像真的和人说话 我们祈祷 不要这么规格式 好像和人聊天 这样呢 更加真实 主耶稣多谢你 真的很爱我们 你很关心我们 跟你一起 亲近你是最好的 一定不会浪费时间 一定是带来很多的一年祝福 将我们整个生命提升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叫我们渴慕你 欢喜你 欣赏你 有神是最好的 有耶稣是最好的 耶稣是我们最大的祝福 有耶稣万事足 我们就欢喜亲近神 喜欢神 喜欢享受神 喜欢走在神的路上 喜欢和神有密切的关系 多谢天父你真好啊 多谢天父你真美好啊 我全心倚靠你 全心欢迎你 享受你 喜欢你 活出你的计划 让人在我们生命中 看到神的平安喜乐 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容易烦恼的 担心的 忧虑的 猛症怒怒气的 生气的 求主射脸 叫我们知道这些真的影响我们的见证 我们要活出神的见证 因为神这么好 我们就让人看到神的美善 多谢耶稣的恩典 有耶稣真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K